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起的还是比较早 五点多就醒了 六点多起来看日出了 我说一下我自己身边的一些细微的变化 之前在Aloha在夏威夷买的T恤是到中国城 必须是中国知道买了个T恤很喜欢Aloha 后来再买就是到了外州其他的州 去买的时候买了个是印度尼西亚扫 再买牛仔的帽子牛仔的靴子 这些都是墨西哥扫 包括我现在又买了一个这个帽子 牛仔帽也是墨西哥造的 这个衣服也不是made in China 也是由墨西哥墨西哥的造 所以说没有什么说是理所当然的 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增取了很多制造的机会 就让很多的美国的家庭用上了中国的制造 后来有了产业的提升 就是也进军了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比如说高铁呀比如说是太空啊 有许多已经上升了 所以就是这些过去常常被美国所放弃的一行行业 现在开始向世界的更多的国家去分流了 比如说阿富汗呢比如说印度呀 其他的许多国家都在分食这种制造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穿的穿的衣服穿的袜子穿的鞋子 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再是没得 in China 这也是一喜一忧啊 忧的事就是说这些残业的流失 会让一些人就是找工作变得更的更加的难 喜的是就是说如果是从高科技的 向高科技进军的话 真正得到了那些关键的技术 核心的技术啊 那个附加值会比较高 昨天接住了一个叫马来西亚的华裔 移民了加拿大 现在在美国来美国工作啊 之前也接住了深圳的深圳的到美国来做生意 做汽车配件呢 然后老婆也在这边生小孩啊 就是现在要回到回到深圳回到香港去 去工作去生活 所以说啊疫情影响下 这个世界变化还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就是有机会还是和大家去聊一聊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是这个地方就是清洗的地方 呃在美国做这个清洁工作的老末非常多 说西班牙语的比较健壮 也比较能干 这个行业他们也出的人才比较多啊 所以呃在美国在加里福尼亚在洛杉矶 或者是在佛州 在纽约在休斯顿在自加哥 还是在夏威夷 所以无论大家在哪里 呃都是心存感恩呢 感恩每天的呃想有这种呃蓝天白云啊 想有这种阳光啊 所以呃要呃不失去充充电 让自己更加的充实 让每天没有虚度 也让自己心怀梦想的人 能够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张昂东在美国 加里夫尼亚给您带来的报道 拜拜 再见